快玩快打 你知道美国那个族群家庭年收入 中位数最高吗 答案揭晓 亚裔美国人口袋进账最多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近日转发贴文 配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数据 图表显示包括台语 韩语 越南语等 从外国移入的少数族语 家庭年收入都比白人还要高 让马斯克惊呼美国真的是个机会之地 仔细看图表美国人口普查局 有特别把台湾分出来跟中国划清界限 2018年数据显示 台语家庭在美国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中 排名第二 有网友指出 若将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2024年的年收加入计算 台湾人的家庭年收入可能会暴增 美选期间马斯克一言一行备受瞩目 随手转发2018年数据也意外掀起讨论 而台语美国人榜上有名 还名列前茅 也算另类为国争光 下期新闻 刘坠玉报导 我看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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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